大家好 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是怎么样维护这个菜地 首先第一样就是防鸟 防鸟我是用这个网 这个网其实是豆网 豆网是很大的 因为我们最近很多黑鸟 黑鸟还有白鸽 鸽子 经常来吃我的菜 那我就用这个网罩着 但是罩着网他也来吃 那我就利用这个树枝 就盖着这个菜地 这样子就是天然的防复 第二就是防蜗牛 防蜗牛我就会在这个 因为我这个菜地是没有围边的 如果有围边的呢 是减少这个蜗牛进去吃的 那我就在这个边上面呢 围着这些这个纸皮 来防蜗牛的 因为一下雨后呢 就很多蜗牛的 就是边上面啊 如果你没有围边的话 菜地呢 是没有围边的 这块菜地 那我们 就是要这样子暂时 你看 很多蜗牛在这个 所以我们利用这个纸皮来 防止这个蜗牛来吃菜的 那你现在如果有太阳的话 就要雨走他 就给他晒干这个草地 因为他喜欢这个潮湿的地方 温藏在这个草地 这样子 那我们就可以 暂时呢 就是这样解决这个问题 如果你没有及时捡草的话 而且你那个菜地如果没有围边的话 就是很容易给 给蜗牛吃啦 那我这个白菜 全部给蜗牛吃 这个菠菜就好一点 菠菜是比较 蜗牛不怎么爱吃的 因为它有味道的 好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谢谢收看